如果你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头脑风暴是一个能为你提供一两种解决方案的好办法。 顾名思义,头脑风暴就是通过大脑的神经通路来展开风暴,可以迅速并且直观地挑选出很多想法。 最好和一群不同的人一起开展,这样你就可以和他们不同的头脑一起探索。 这会产生更多的想法,也可能会出现新的解决办法。 在你展开头脑风暴之前,需要确认你要解决的是正确的问题。 爱因斯坦说过,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我会花上55分钟来定义这个问题,然后再花5分钟解决它。 蒂娜·奇利格是一位著名的研究创造力的教授,她教导我们通过重新组织问题来定义问题。 举个例子,你可以简单地提问为什么。 比如,你为了你妈妈的生日派对而开始头脑风暴,你可以问,为什么我们要举办生日派对? 你可能接着就会意识到,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让人们感到自己是特别的,然后问,我要怎么做才能让我的妈妈感到特别。 这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想法。 一旦你定义了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就可以开始了。 这里有三种方法,引导是小组头脑风暴法。 首先找到几只记号笔和白板或者一些便利贴,然后邀请参与者,这些人会充当你的大脑。 建议公司老板,老师或其他权威人士可以留在外面或仅提供帮助,因为他们的权威会让害羞的人不敢开口。 然后列出头脑风暴的四条基本规则。 一,追求数量,列出所有的想法,无论他们多么愚蠢。 二,忍住批评,在这里没有坏想法。 三,欢迎疯狂的想法,越疯狂越好。 四,以别人的想法为基础,先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加上,是的,并且。 现在可以开始了。 在白板上写下一个问题作为提问,然后请你所有的大脑们说出他们的想法。 作为协调人,你得让大家集中讨论这个问题。 为了保证大家不会产生争执,你可以准备一个发言棒在他们之间传递。 记下所有的想法,并把它们展示出来给大家看。 提醒大家对想法进行补充。 如果安想到了,我们来做一把很酷的雨伞吧。 节一可以说,是的,并且我们也可以来做一把会飞的雨伞。 如果有人否决了一个好想法,协调人可以随时让他重新回到大家的讨论中,并把这个想法重新搬回到台面上。 在讨论快结束时,看看是否有可以结合在一起的两个想法。 在头脑风暴中,提倡的就是一加一等于三。 然后让大家投票选出最受欢迎的那些想法。 现在你可以在这些想法的基础上,开展新一轮的头脑风暴,或者你已经很满意这个解决办法,那就结束讨论。 最后,记录你们最棒的那些想法,这样你们就不会忘掉它们。 群体决策法 解释基本规则并提出问题。 接着让每个人以匿名的方式写下自己的想法。 然后收集这些想法,让小组成员对每个想法进行投票。 排名靠前的想法可以送回参与者或小分组中,以进行下一轮的头脑风暴。 比方说,一组可以针对产品形式进行头脑风暴,而另一些人则专注于技术特征。 群体传递法 让大家围成一圈坐着,解释规则并提出问题。 每个人写下一个想法,然后把纸片传给下一个人,由下一个人来补充想法。 这样轮流下去,直到每个人都拿到自己原来的那张纸片。 这时候,可能小组已经详尽阐述了每个想法。 让每个人解释他们更新的想法,并记录下来。 接着,你可以让小组成员进行投票。 如果你也想自己头脑风暴一番,不妨现在试试。 在最后,我们会给你提出一个问题。 当你听到这个问题,不要做过多思考,以你最快的速度在下面的评论中写下五个想法。 这能释放你的创造力,打破你已形成的固化的思维。 当你完成后,读读其他人的评论。 选一个你最喜欢的想法,并用你的想法完善它。 要完善它,只需要你对那个人的想法进行回复,以示的,并且作为开头。 问题如下,我们的海洋里充斥着塑料垃圾,其中许多被鱼吃了,这给我们的健康也带来了难以预估的影响。 据经济学人报纸报道,2050年之前,仅以重量来看,海洋里的塑料就可能比鱼还要多。 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才能减少海洋里的塑料垃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